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12月7日表示 核战争的风险正在上升 但坚称俄罗斯没有发疯 并将自己的核武库视为纯粹的防御性威慑力量 普京说美国的大量核武器位于欧洲领土上 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核武器给任何人 我们也不会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的话 我们当然会用一切可用的手段 保卫我们的盟友 并补充说我们没有发疯 我们明白什么是核武器 我们有这些手段 他们比任何其他核国家都更先进和现代 这在今天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事实 但我们不会像剃刀一样挥舞它 但我们当然会从我们已经拥有它的事实出发 有点核武器 我们先进继续 不妨 entend 我们明镜心 我们今天我们很棒 为什么我们下锁 我 OrtЛ道 我也要进门 我们下 entste才会 我们下锁 我们下锁 我们下锁